下车 下车 还钱 哎呀 这个兄弟 我今天大欢日子 算说了 我也没差你钱啊 我没找你 我找姓娘 找我干嘛 不认识我了 谁认识你啊 你是谁啊 阿湞今天结婚了 都不请我去喝喜酒 你看看 还钱我跟你说 我不跟你说那么多 今天啊 要不是你结婚啊 我都拿不到你啊 欠了我10万块 10年啊 一份没完啊 我认识你吗 我什么时候欠了你钱啊 真的是 你不要再来胡说八道啊 你还胡说八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当年啊 去创业啊 欠了我10万块 一份不完啊 搞得我谈了个女朋友啊 那女朋友怎么要跟我结婚啊 就是 他这10万块拿不出这个钱 我叫他还钱 他说打罐罐算了 贺一啊 居然这么狠青 你看 你看还钱的时候 他就是大爷 你看 你看借钱的时候 你看他是什么 你有什么证据吗 证明我欠了你钱吗 什么证据 你借我的钱啊 我都刻在股子里了 你自己看看 你看 看到没有我都刻在这里了 真的 你看 借人家钱这么久都没还 你也没有不跟我说一下 不就10万块钱吗 很多吗 至于我大洗玉子 你在这里拿我的婚车吗 反正今天你不还钱啊 你休想结婚 你看你看真的是 反正今天就看到你的人品了 你要是这样的 我不管 今天啊 你不还钱 休想过 你无奈 我也跟你耍赖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没有钱 我跟你讲啊 你赶紧给我让卡 不要等我的良辰及时啊 没钱就不要结婚 这个兄弟啊 这个钱肯定要管的 现在环节天经利益 但是今天我们结婚 你能不能先让我们过去把堂拜了 明天我再把这个钱送过来给你 哎呀 我知道啊 他可是炸给你啊 是个外省的 如果啊 今天不然啊 他炸就去了 我一分钱都要不到啊 你知道吗 大不了 我结了婚之后啊 我再还给你 你赶紧给我让开 你我还信得过你吗 你家的门槛啊 我都不知道踩到我回了 每日都是吃闭门缸啊 打电话也不接 直接联系方式也拉黑了 我不管 不然别想过 你就还给原家吧 等一下其实都快到了 那我现在身上结婚 我也不会带现金啊 这里有那个 哪里 那个 兄弟啊 这里只有三万块啊 我这里只有三万块 要不先拿着去顶着 好吧 老公这是我们以后要度蜜月的钱呢 蜜月可以先不去度 是吧 人家的钱先要还人家了 人家的女朋友等着结婚呢 哎呀他吃点结婚就行了 哎呦 你结婚了 我就吃点结婚 回过了 回过了 你看看 不还人家 人家都不给过 到时候 我们怎么结婚呢 是不是 什么都已是 你看先先拿着啊 三万到时候 到明天吧 你你你到我家去去拿 我们拆了那个红包钱就还给你 好吧 我是不相信新娘子的 他在我这里啊 是没有可信度了 我看你这新娘官呢 还是非常可靠 那我又给你一个面子 我相信你一回 那明天把剩余的七万块还给我 好吧 行行行 那行 那我也知道你结婚 我出来懒 是吧 是不好的 然后呢我也知道啊 这样我也迫不得已 所以我也祝你们幸福快乐 好 那个兄弟 给个红包你 好 搞个吉利啊 那谢谢新娘官 祝你们啊 脚上柜子啊 然后我就不拿你们 我先回去了啊 赶紧走啊 上球吧 赶紧回去拜堂吧 你看老婆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也不跟我说 搞得人家难了 难 我们的婚车都不吉利的 你先不说了 等一下及时过了 大家不吉利 上球啊 今天解决了 我们回去 新娘回来了 好漂亮的新娘啊 那我们先去 哎呀新娘回来了 进去 这么漂亮的新娘 我们先回去拜堂先 好 好 刚刚我们起当了 好 几点开始啊 两点 两点 快了我 哎美女啊 你还没吃饭呢 你还没吃饭呢 先进去吃饭啊 你先吃啊 没事的 我帮你看一下 礼金 哎我先 我已经吃过了 这个礼金啊 我帮你看就行了 反正以后不是我们的钱啊 刚才新娘家人 新娘家人叫我保管吧 新娘说 叫我出来 叫你进去吃饭啊 这样子啊 反正你是你们家的钱 那你是菜的吧 那我先去吃饭啊 好去吧 慢慢吃啊 这个新娘啊 跟饭铁研育 吃饭了 哎那新娘呢 那彩礼呢 这么多红包钱都不见了 谢总 谢总 赶紧出来了 什么事 赶紧出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刚才新娘说在门口这里 帮我看一下那个礼金啊 我就叫我进去吃饭 我就进去了 我出来啊 新娘不见了 那个礼金也不见了 就是我回来 全部都把我都放在那个 那里了 不会吧 哎 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了 哎呀 不知道那是你的老婆 刚刚我们 回来的路下不是有个人拿路吗 还叫还钱呢 对呀 是不是跟那个人一伙的 我不知道 有可能啊 骗魂的那种 应该是刚刚走不走 我们出去看一下 快点去追啊 走走走走走走 哎呀 亲爱的这么久没出来 会不会穿帮了 现在的我来了 来了 怎么可能穿帮 我们计划的这么好 我还以为你跟他假地争作 你真的爱上他这个秃逃了 怎么可能 我最爱的还是你 那赚了多少 唉唷你看 這麼多錢 你看 哇 幾十萬啊 是啊 你看 有這個車鑰匙 那車也是過你名下的啊 對呀 已經過我名下了 那不說那麼多 把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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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把他抓回來 幹嘛 幹嘛 我們結婚的日子 你竟然把這個菜你拿走了 新娘塊你 這個是注意我了 不是 新娘塊你誤會 剛剛新娘子想把這個錢拿出來還給我了 是啊 老公 還給你啊 那我車鑰匙怎麼在你手上 他想給我 開車出去買點東西 對 買什麼東西也不要 那個彩禮錢都拿出來了 他要還錢給我啊 他不是見我剩下了七萬嗎 不是想叫去還我啊 哎呀剛剛 有一眼就聽到你 他叫你親愛的 老公 你聽錯了 聽錯了 他是喊他 我是叫他老公 叫我 你沒看到我叫我啊 肯定是一夥了 是不是夫妻搭檔啊 啊 沒有了 老公我們回去吧 今天不把這個事情說清楚 這個婚不要結了 還不說實話啊 剛剛我們結婚回來路上啊 都碰到他了 肯定是一夥了 不說是不是 打他 哎 不是老婆 不要打我老婆 哎 老婆 哎 原來真的是啊 常見了啊 他們兩個變婚啊 難怪啊 跟他說你啊 要是才兩天 他就答應嫁給你了 對啊 難怪啊 還說不准碰他 等他結婚後再碰 原來是這樣啊 叫我回去吃飯啊 看好那些禮金 原來啊 他就想偷錢啊 騙婚啊 這麼壞啊 你們兩個啊 不是 你都不知道方法的嗎 我們只是跟他玩個遊戲啊 是不是 玩個遊戲 玩什麼遊戲啊 結婚這麼大的事情 你當我是上次小孩啊 而且啊 人家阿順啊 哎呀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對你 你怎麼這樣子對人家呢 還有啊 人家阿順哪一輩子 繼續都在這裡了 就派你這樣啊 騙去的嗎 騙去 你看他這樣子 會誰會習慣他啊 那不是 還不是怪你好色呢 你以為我真的看得上你啊 你看你啊 又老啊 頭髮都掉光了 對 你就吐頭 人家會喜歡你 我媽就 看著你老實 好騙 騙人怎麼 還有你的啊 啊 不單單 騙我的感情 還騙我的錢 不管 不說那麼多了 把他們送去派出所 哎 我跟你說 坐牢你們坐定啊 哎 我們啊 你看我老婆剛剛上完小孩 小孩更滿月了 如果你把我們送去派出所了 誰給我們養小孩 還有80歲的老母親要照顧啊 你就可憐可憐吧 還有你們錢也拿回來了 是不是就算了吧 對啊 給我們一個機會吧 給你們一個機會 給你們一個機會 你們幹這種事情的時候 你怎麼不相信後果 不相信你們家裡面的人啊 對呀 我們現在生個體會到錯了 還有我們答應你們 以後啊 再也不幹這種事情了 別說那麼多了 讓警察叔叔 先去給他機會解釋吧 這種人啊 一定要抓進去 要不然呢 還有下一次呢 這種人 放了你就是放虎虎 就是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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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